宗教信仰不过是门生意 在生意人坎吉眼中也是如此 但在印度这个宗教大国里 不信神也不信邪的人可谓是异类 而利用这种信仰来做生意的坎吉 更是另类中的另类 他倒卖神像毛斯利 会有老表在摘戒期喝酒 真是逆天逆人逆神仙 所以神要如何收服一名无神龙 还要合理的说服屏幕前的观众 这可能对神来说也是一个挑战 十年前的宝莲无喜剧 哦 地神啊 用戏谑讽刺的方式赢得了广泛好评 也成功的说服了一批无神论者 我们今天就来看看他是怎么做到的 坎吉从来不信神 屡屡做出一些在教徒眼中的离经叛道之事 这次为了叫儿子回家做作业 用忽悠打乱了人们的祭祀节奏 惹得一位光头大师暴怒 诅咒他会受到神的惩罚 但可惜 坎吉不信这一套 让你的神来找我呀 神倒是没来 一场小小的地震却突然来了几秒 晚上 一家人在电视上看到 坎吉的忽悠影响进一步扩大 凭一己之力 用谣言改变了许多信徒的祭祀方式 无辜的黑天神像造了秧 新闻上突然说到 下午的小小地震 震毁了一家店铺 而周围其他建筑完好无损 人们议论纷纷说这就是不信神的下场 因为是坎吉家的店铺 他损失惨重 好在保险箱里还有一份保单 但第二天拿去索赔时 却被告知地震是神的惩罚 不在理赔范围内 坎吉气坏了 他可是投入了全部家产 如今血本无归 最后还被赶了出去 坎吉岂能忍下这口气 他问 您说神无处不在 那神也在这里 在我们每个人身上吗 虽然再次利用人们信神的弱点 发泄了不满 却依然不能解决问题 坎吉还是拿不到赔偿 晚上 方产中介打来电话 说你那地方也卖不出去 人们都说那受到了神的诅咒 不敢买 坎吉气得怒火攻心 却在怒火中有了创意 既然人们都说是神做的 那我就要把神告上法庭 可是神有很多 他要告哪个呢 一想昨晚上上电视的那尊神 乃是皮士奴的化身 叫奎士纳 外号黑天 那就是他了 谁让昨天祭祀的 也是他呢 坎吉找到的第一个律师 一听他要起诉神 气得破口大骂 接下来 他找的律师们 全都礼貌拒绝 一时间 坎吉成了律师公敌 众师避之不及 最后终于找到一位 德高望重的老律师 讽刺的是 这位老律师之所以常年卧床 就是因为参与了宗教诉讼 被他的印度教徒同胞打伤 他给了坎吉建议 法律有规定 如果没有律师接你的案子 那你就可以做自己个儿的律师 于是 在老律师的帮助下 坎吉将他的律师函 发完了神的家中 分别是印度教的八大圣城 比如伊克在许多视频中 提到的瓦拉纳西 吴贾因 李希凯什 何达鲁库等等 当然 坎吉的一些同行感到很心烦 比如这位大师 和坎吉一样把宗教信仰当作一门生意 个别修行者认为 大师若能向坎吉提供宗教关怀 抚慰一下他受伤的心灵 和损失的财产 也许可以阻止这场闹剧 但可惜人微言轻 无人支持 总共有三位大师组成联盟 决定出庭迎战坎吉 这给他们带来了空前高涨的声望 一切不过市场生意嘛 谁会真的在意对错吗 不过市场人员的声望